感冒可分为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和熟悉感冒,人在体温升高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发冷,而感冒发冷一般是发伤的前兆,感冒是很常见的疾病, 人在患了感冒之后,会导致抵抗力的下降,从而对外界的气候会变得更为敏感,感冒多由病毒感染而起,而人体在感冒病毒侵入之后会产生抵抗感冒病毒的抗体进而促使感冒的痊愈,那么感冒发冷是风寒还是风热? 一,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一,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常发于秋冬季,起因通常是浪泪加上吹风或受量感受风寒,风寒感冒的主要症状有含症,发热轻,轻度发热,轻鼻涕,咳嗽,特别是泡风怕冷的症状,比较明显甚至还会有关节疼痛,浑身疼痛,后脑袋疼的表现, 风寒感冒,温寒发冷,舌太疼伴,怕寒怕风,通常需要饱暖才会感觉舒服些 二,风热感冒,风热感冒主要是感受,老风热多见于下秋季,风热感冒与风寒感冒不同的是表现味物寒轻,发热症,怕风怕冷的症状较轻,反而是会发热,风热高热不胃寒,舌太厚泥,主要症状有发热,咽痛, 嗓子痛,舌红开黄,鼻涕发黄等,二,感冒发冷是风寒还是风热,感冒发冷一般是由于风寒,先是由于风吹受凉引起,风寒致血外系感冒,然后导致发冷,通常还犯有鼻色流气,浑身发痛,咳嗽有弹的症状,由于风寒导致的感冒发冷,要注重保暖,多喝热水,风寒感冒的起因,是劳累加上瘦冷, 因此感冒发热的话要注意休息,避免吹风受冻加重风寒的症状,感冒发冷要出汗才能尽快的治疗,可以一些喝红糖老浆水,多休息,保暖出汗,千万不能再吹风,感冒发冷是温寒的表现,多是因为病毒感染引起,因此要进行抗病毒治疗,但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 因此感冒主要是要对症处理,可以口服抗病毒药物,口服感冒片,口服药液加退手药,一般感冒的中医治疗,先要做的是确定是风寒还是风热所导致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病症不同,治疗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